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吃货一家 这两位男士有点不愿意配合我们 我是幸福的眼泪 你是谁 您不是我谁了 不是你的网名是什么 我是幸福的弟妹 那边还有幸福的弟弟 然后这边还有幸福的老公 今天我们四个要去北京的蜜 咱们去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乌龄山 对我们要去乌龄山玩 到时候到那儿给大家看一下 都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Let's go 出发 我们是早上八点出发的 开车用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到达了乌龄山附近 这次我们是计划先去玩漂流 所以我们直接开车 到了乌龄西风高山滑水场 我们提前在大众点厅上买了票 到这儿直接用二维码换就可以了 这衣服是湿的 看我这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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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啊 开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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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爽了 漂流一共分三段 每一段都有这么一个缓冲的地带 可以平复一下大家激动的心情 第三步步开始了 强烈建议大家玩漂流的时候 一定要做法座 真的太刺激了 请进步步 Cela运 星期间是国家游客 资金球 海外街游客 海外 jet游客 人爱人 如今的一规范 有影响 当台游客 需旋 当台湖 路面 路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我们俩现在全都湿了 坐汤机了 我感觉我这裤子都要掉下去的感觉 有点往下沉 行啊换衣服去 这里边都换衣服 这个是野生猕猴头 可是看着一点都跟那猕猴头完全不一样 这就直接吃了吗 洗干净直接吃 皮也能吃 挺好吃的 你从大山上摘下来 掃一掃是吧 这还真没见过 这野生猕猴头头一次见 这硬的你别吃 放去明天晚上 明天吃就软了 放软了吃是吧 吃软了就是软了 玩完漂流已经一点多了 然后我们再开车去了 我们提前订好的民宿哪办入住 我们现在到我们订的这个民宿了 这个民宿里边的环境好好呀 先去办入住等会再逛逛 经理特意给我们留的西梅 他们家自己种的 非常热情 这么大 对 我看看这里边好吃吗 好吃 味道不错 酸甜可口 能买吗 等走的时候再买点 自己种的 现在我们要去我们订的那个小院了 老板说要开车去 说我们玩了一上午太累了 就开车过去就行了 我想说这个院离这儿是有多远 哇西梅 哇还得上楼呢 哇看这儿 太好看了吧这儿 这环境太好了吧 哇塞 我都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哇塞看这上面好好看啊 快看 有一种怎么有一个东南亚的感觉 风味的感觉啊 哇这是我们的小院 哇塞看这儿 哇塞看这儿 前天 前天有机会住呢 是吗 对 我们就是特意避开那个周末的 来了 对 哇太好了吗这儿 今天就是全归你们的这儿 哇太好了 这一院都值得了 啊 是说这一个院是我们的吗 今天就都是你们的 为啥没点儿 这个呢 前天人家包上的 这是花响的 今天呢我没撤 给你们留下的 哇 可以给你们留下的 我们运气太好了 晚上我们可以在这儿卡拉OK了 这是什么虫子 这是山子 啊 这么的鸽 山里的虫子 这么的鸽 哇 厕所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石头 这块也是可以住人的 这也是可以住的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医院 很好 很漂亮 好看 我对我老公订的这个小院 真的相当满意 从一进大门开始 就可以听到 从山上流下来的 吸水的声音 这里真的是四面环山 一山傍水 温度也比市里要低个四五度 因为附近都是民宿 所以午饭 我们也就在他家解决了 我们点了一个红烧肉 炸小和虾 大葱炭鸡蛋 还有炒山馍 我已经放去治疗了 刚才减肥的人 吃太好吃了嘛 看见这个也受不了了 情难自控啊 远时光匆匆的去 我只在乎你 吃完饭 其实也三点多了 我们就在民宿里休息一下 唱会儿歌 院子里逛逛 发现一只大虫子 天牛 你居然还敢拿它 你拿它鸡脚 它就告不着人 咬不着人 不咬人吗这个玩意儿 不是 它只是钳子看着凶 给个特写 它只是看着凶 其实 它这钳子好像是吃树叶用的 赶紧扔掉吧 害怕 我不听 我不听 没听见 什么都没听见 你听真的 别给我听 离我远点 这真的在叫 放声了 这还有一大蚂毒 什么东西 在山里就是虫子比较多 那是麻风吗 大蚂毒 我们叫马蚂毒 它也遮人吗 没有遮人的案例 但是就是看着挺凶的 它在这个防船上边 会打眼儿 住进去 天啊 先烤饭 晚上还是在他家吃着烧烤 主要是也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可吃的 食材还有火都是现成的 他们都给准备好了 可以自己烤 也可以让他们烤 我们家有个爱烤串的大厨 都是我弟自己烤的 看这边的天 南天白雨 现在我们要去吃早饭了 它这里边还有一些树屋 是树屋还是木屋 应该算 就是外边都是用那个树皮 一木头弄的 这些都可以煮人 麻雀 小心给你推下去 下去干嘛 哦 哇塞 下去看看 哇景色不错 这是我们的早餐 吃完早餐我们就退了房 开车前往乌龄山 我们现在到了乌龄山了 准备去爬山 他们去买票了 看看这儿的景色 我们四个人加一辆车 好像是一共花了412块钱的门票 乌龄山 乌龄山可以开车上去 开车到山顶 我们现在开车上去 因为我们都 擦不动 我们都是老弱病残 腿脚不好的 腰不好的 手不好的 还有一个身体虚的 往山顶上的路 比较窄也比较崎岖 其实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我们现在已经开车到山顶了 现在我们要再往上走 这儿有一个好多台阶 然后可以上最高处 这爬山真的挺累的 哎呦我平时去爬断练 对 看着不高 怎么爬起来这么累啊 去爬断练呗 您累不累啊 我也累 我穿的还不是球鞋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乌龄山最高点了 这里就是北京最高的山 乌龄山 看这个景色多美 之前八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是有流星雨的 本来我们已经订好了 要来这里看流星雨 但是北京抱有大暴雨 所以我们就取消了 不然我觉得这里肯定可以看到 流星雨的 在这里看日出肯定也特别美 本来提议想来看日出的 但是他们都说起不来 结果日出也没看成 嗯 你就记得我告诉你 一天到晚呢 就吃吃吃吃 真看出你们家的吃货来了 来 我们俩拍照照 有人给我们拍照 那我坐这儿吧 来 你坐这儿 你坐这儿 我站这儿 我可以让你坐在这儿 我站这儿就行吗 来 你这点儿 你俩你这儿 来 心里点儿 姐子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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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吧 哎呀 唉呀 天妹呀 你们在哪儿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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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漫漫的天空白云飘 有只小白川 然后那边还有吃货的老公 为什么是吃货的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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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